今天的AT国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就是长江基建1038 简选原因是 虽然公司去年全年的营业额跌了超过1% 但纯利可以按年上升超过3% 如果不计算2022年出售英国 Northumbrian Water部分权益录得的一次性收益 去年的纯利更加按年上升了20% 同时派息按年上升超过1% 代表公司27年以来股息年年增长 展望未来两三年 长建仍然有保持增长会股派息的能力 首先是英国为长建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地 并且为长建的纯利贡献近半 英国去年12月中公布了监管重置 为长建英国业务数除了不明朗因素 其后瑞银发表研究报告 讲到根据英国天然气和电力市场监管机构 在去年12月公布的价格管制文件 与其长建相关资产的资产回报率 ROA有潜力 由目前的3%左右提升到 介乎4.2%至4.3% 另一方面 美国联储局和欧洲央行等主要央行 将会在今年内减息 有望减轻公司的利息支出 同时企业融资举债能力相应回升 汇丰证券认为 长建具备并构的潜力 可以创造公司的增长 投资者不妨等长建回到45元的水平 就是吸纳第一注 如果股价有机会回到42元的关口 可以加住吸纳 初步先看52元 但跌穿39元就适宜止蝕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